过年就剩下一个多月了 那么台铁启动了输运大作战 今年首度推出普悠马 全车自由坐 而且还开放卖战票 预计每天能够提升运量五六成 而且为了遏止黄牛囤票 退票从今天开始有心智上路了 就是以前你不分车种 不分什么时间 你手续费一律都是13块 以后不一样了 分成四个集聚 简单讲就是你越晚退票的话 你能够退的钱就越少 要罚的钱就越多了 以免黄牛太昌绝 或者是很多人 这个有心投机买票不做 每到春节东部干线 普悠马一票难求 而再过一个月就要放年假 台铁也启动树云大战 春节廉价普悠马将首度 推出全车自由坐 每天往返增开六班 估计能够提升运量五到六成 但甲班车不化位也不开放预购 没座位就只能站着搭 也是台铁首次卖战票 高铁也表示会增开班次 详细内容1月中就会公布 客运部分公路总局 希望与宜兰县府协调 增开在地公车接驳 只是农历年是车票 黄牛最猖狂时期 台铁从12号起也祭出新手段 台铁退票心智分为四个集聚 其中差别最大的呢 就是在乘车日当天 如果要退票的话 必须得支付车票20%的手续费 除了当日退得付高达两成票价外 乘车日前两到三天 也要付10%手续费 4到12天则是20元 超过13天只要10元 比过去13元还便宜 等于越晚越贵而且不分平假日 以自小航空台北到台东为例 票价783元 搭车当天才退就得付出157元 多出11倍以上 有些人你订了票 你又不确定时间 或像我有小孩 小孩会发生什么状况 根本就不知道 有时候你可能到那边 然后发现就是可能 你稍微提早到了 然后你可能想要换 比较前面的班车 那你就会犹豫说 那我到底是要不要换这样 南西行程临时有变动 部分乘客对新政策持反对态度 台铁新规定还要求 3月开始持月台票 同站进出超过3小时 也会以合理区间自强号票价 台北到加以计算 重罚598元 民众想要进去车站接送旅客的话 我们在服务台服务中心这边 有提供这个患证的这个服务 就是患证之后 就可以直接到月台去接送旅客 就怕车厢座位闲置 太浪费台铁绞尽脑汁填补规范漏洞 只是谈心太少 恐怕降低民众达成医院 变成反效果 记得旅客和加价台报道